好的 中国人是不是经常请人到家里去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 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在同学或者朋友之间 到别人的家里去玩 但是像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可能就比较少 特别是工作比较忙 然后特别是一些商业上的事情 可能更加喜欢在公共场合解决 比如说在办公室或者在公司 或者是在咖啡店 或者在外面找一个交谈的公共场所 比较少会请人家到家里来 如果就是有人请你到家里去谈公事的话 可能比较注意要事先了解的事情是 他们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份礼物 带给他们 然后他们家人有哪些人 父母还有当中间那一辈 还有小孩子他们喜欢哪些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偏好 然后可以事先准备一份礼物送给他们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基本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需不需要你进屋子的时候换鞋 喜不喜欢带你 是不是喜欢带你在整个屋子里面参观一下 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问题 然后我想这些大概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吧